今天就家庭教育说点我个人的看法 我理解的教育这个词应该用在自己身上 而家人是用来相处的 我们用人生的阅历做事情的心得 以及生活感悟来自我教育 然后找到合适的方式跟家人相处 教育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以身作则 成为孩子第一个榜样 用合适的方式相处就是让孩子感觉舒服 一直有安全感 信任你 这样才会避免孩子因为误会家人 隐瞒自己而带来的伤害 再说说我认为对孩子来说 最重要的一刻 产权概念 为什么说重要呢 因为产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有了正确的是非观才能指导行动 知道哪些事不可以做 哪些事是他的自由 别人不能干预 明白这些 孩子才能有坚定完整的安全意识 健康成长 出生的婴儿是没有你我他这个概念的 要在后天与人的互动中才能确定 越早互动越好 让他从小就明白 他的是他的 别人的是别人的 尤其他的玩具必须经过他同意才能处理 因为玩具对于他来说是真正意义的私人物品 不经他同意随意处理就是侵犯 他可以表示抗议 这叫权利 当然他也不可以侵犯别人 为什么要分清楚这些 因为个体概念是独立意识的起点 有了侵犯和权利的概念 他才能够真正理解什么是安全 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只要不侵犯别人 他就是最大的 他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任何人不可以要求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是的 任何人 包括学校老师 比如说见义勇为 比如说助人为乐 比如说给予和分享 只要他不愿意都可以不去做 没有什么不对 唯一不对的事就是侵犯别人 什么叫侵犯 就是破坏别人身体和物品 产权意识不是说等他长大了你再灌输 而是从小在互动中让他自我意识到 其实人天生就有自然权利概念 就有维护自己身体及意愿的本能 是后天教育把侵犬美化为为你好 把委屈自己叫顾全大局 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分辨这些 明白什么是边界 什么叫自由 这也是一个人教养的基础 我是福星 关注我 带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